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货市场怎么样的来进行操作 实战教学要再度来临 我们赶快邀请你到 是居然投顾的 郑其双针分音师苏维源 维源你好 一华午安 大家午安 好维源今天这个外资 又是给你郝三文冲康 有点就是多又翻空了 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外资一天多一天空的 投资人觉得说没有方向了 那我们赶快来教大家 在今天盘中 有没有几个可能步骤 或是关键水位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我跟大家聊一下 刚才益华有讲 外资很贼 很干 我这样讲 说是古代义嘛 很干的 对不对 大家想说 外资其实上个礼拜 我是偏留下多单嘛 今天 兄兄跟你翻空 那怎么办 难道明天一定要大跌吗 又不一定了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大家聊说 整体的一个航行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去看一下说 支撑跟压力 工具的画面跟指标的讯号 对你来说您的帮助 在什么地方 那原则上其实今天 刚才益华有讲开高走低的 一个航行 所以今天早盘 我们就发现到说 诶 状况不太对 赶快掉头啊 状况不太对了 因为早上是先拉高 画面往下跌了 好 那我们如果发现这个状况 跨流状况不对 那当然要赶快变换方向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东西 我们工具会显示一个 非常重要的压力跟支撑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来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画面 好 这个是我们工具显示出来的画面 今天其实它一开盘就会告诉你 压力 今天的当中压力在9237 这个地方开盘在这里 9237在这边 好 我们再请摄影师往下带一下 支撑在这个地方 9188这个部分 9188 好 我们再回到全画面 谢谢 所以这个压力是哪一条线呢 红色这条线 这边有一条直线的 红色的这条 就是我们工具会显示的压力 好 那支撑呢 就是这条蓝色的线的部分 好 那既然工具一开盘 有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一个资讯 这个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说开盘的压力跟支撑站来 所以当开高你发现 状况不太对了 它有在反转的过程当中 赶快一样换个方向来动作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们先摄影师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原则上今天的一个航行 我刚才画这两条线 这边有一条是压力 在哪里 9237 就我刚刚念的嘛 9237 支撑在这边 9188 9188 那既然今天是一个开高走低的行情 原则上开始下沙的时候 原则上开始偏空做个思考 所以原则上今天当然是先偏空思考 这边9点18分 9200先偏空思考一次20点 然后呢 这边再偏空思考 再一次 9203 中间还是有 架杀可以来做个掌握动作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 你看 今天的行情原则上都是在这边区间震荡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上个礼拜就比较黏一点点 定礼拜就有点黏 那今天还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温老师大胆跟大家讲 这种行情原则上到明天应该就不会出现了 真的吗 对 真的吗 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就会有转折性的戏剧性的演出 到底会往哪一边走 你要把节目看完 好不好 来让我卖个关子 所以我们心中其实有一些想法 当然希望透过节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就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今天行情原则上也透过压力跟支撑点 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 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今天的行情原则上就是在这个区间 做一个上下震荡游走的一个动作 所以找盘看到不对劲没关系 赶快变相 这个才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当然除了今天的行情以外 其实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我说今天行情跟上礼拜有点类似 对不对 来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上礼拜我的行情也是 对不对 就是上下震荡 其实空间不是很大 上下震荡 但是我们还是帮大家去创造价差 说说3400块其实也是ok啦 因为你看行情这么小的一个情况之下 透过工具的画面区间操作 来做一个短线操作 可是我跟大家讲喔 当出现大行情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什么叫大行情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四 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行情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上个礼拜四 12月4号 往上拉 然后出现了两次的高档乖列讯号 然后就出现了压回 那高档乖列讯号我相信 投票朋友你都有看过 你就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高档乖列讯号代表什么 请你多方减码的讯号 多方减码的讯号 这样我就知道 对不对 投票朋友 以后你看到这个讯号就知道说 原来今天的行情 会这样子往下压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今天又出现 所以透过工具的画面 您才知道怎么做操作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上个礼拜四的一个部分 上个礼拜四出现了 两次的高档乖列讯号 一次 两次 然后呢 航行开始出现压回的动作 那既然 我们看到了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进场 这个就非常的一个重要 来 我们再请设计师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上个礼拜四 对 那个时候行情比较大 而且呢 高低点是65点 我们怎么样透过工具 帮大家创造价差 这个才是重要 对 这边要空 这边再空 好 朋友朋友你的问题来了 欸 为什么要空 对不对 就跟今天可能很类似 欸 为什么要空 我们有工具的画面告诉我们 来 我们再请设计师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上个礼拜四 对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 这边您应该要放空 而且要空两次 因为这边出现一次高档乖列 后面 再出现一次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欸 原来工具的讯号 会告诉大家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喔 透过工具的画面 定礼拜四 这边放空 这边再放空 对 礼拜五的行情比较小 对不对 可是礼拜四有行情喔 1比40点 1比43点 合计您还是有83点的价差 而且呢 几分钟 半两天 真的喔 半个小时 那一天我记得 有个投资朋友很可爱 说 半两天这样 那其实他早餐都还没有吃完 就已经可以收工 你看那个收才九点半 应该才九点半左右 我们来对一下时间 好 我们请生意识再回到手板 你看喔 这一段在哪里 来 这个是我们那一天的 部分 操作的部分 9点先空 空单进场嘛 9点18分 9253再一次 然后呢 再9点34分 对 30分斤 他一早就还没吃完 真的 早餐还没吃完 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 冰柜神速嘛 83点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天的行情 我跟大家聊过 第一个小时最重要 今天是不是 也是啊 对 今天最重要的那段行情 就是第一个小时 8点45到9点45分 那一段的行情 是最重要的 所以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谢谢 你看喔 这个是礼拜四行情 透过工具画面 就这样子来做操作就可以了 非常的一个简单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 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因为刚刚一华问我说 行情的转折在哪里 对 对 行情的转折到底是 要转上还是转下呢 对 这个我相信 是您的一个 很想知道的一个部分 到底是要起还是要落 操作才会有依据嘛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如果你要判断 一个格局 一个行情 到底要往上还是要往下 来 我们透过工具画面 一样可以让大家来看 来 我们回到这个电视的画面 好 这个是我们工具的日线图 什么叫日线图 一根K棒就是一天 一根K棒就是一天 好 那一样 我们也会有工具的讯号跟大家讲 好 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拉近 左上角这个地方 好 在今年的7月11号 出现了一个叫做高档 固碟讯号9540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数字 有点熟悉 今年的高点 目前看到高点 大概就到9500点附近 那个时候出现什么讯号呢 来 我们回到手办 我要先跟大家一步一步讲 你才会了解 我跟你可以讲的东西 这边出现什么 高档固碟讯号 请你多方减码 好 多方减码 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 這個電視的一個畫面 好 你看喔 這邊出現什麼 高檔乖離的訊號 好 我們再慢慢帶選畫面 所以你看從7月11號出現 心理解碼的訊號 請你小心 對 下跌多少點 941點耶 很多耶 對不對 以法上 這樣這麼多耶 941點 三個月喔 到10月20號 從這邊 出現了一個低檔乖離 來 我們這邊請攝影師把他拉近一下 10月20號 出現一個低檔乖離 8599 投票 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 低檔乖離的訊號代表什麼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低檔乖離的訊號代表什麼 請你空方解碼 請你空方解碼 好 投票 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齁 8500多點 大家都怕得要死 真的啊 這樣跌下來 每個人都有害怕 投票 很正常 因為我們是人 對不對 我們是人啊 對不對 投票 那你要什麼克服人性 這個獲人性的弱點 你看當跌到 9500點的時候 大家都看多啊 8500點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 那怎麼辦 所以你需要工具畫面幫助你喔 8500點的時候 我們怎麼跟大家講 其實之前 你都可以去看之前的 說真的啦 之前我們的 這個VCR都可以看啦 那個時候8500點 我一直跟大家講你不要怕 你要偏多做 你看 畫面漲多少點 來 我們請攝影師回到這個電視的畫面 好 從這邊 8599 低檔乖離出現 到了今天喔 已經上漲多少點 586點 586點 從這邊下跌900點 上漲500點 你看透過工序的畫面 日線的畫面 非常非常清楚 好 那重要的 轉折來 來 我們請攝影師這邊把它拉近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其實 看一個行情 你要怎麼判斷多跟空 就蠻簡單 你看這邊有一條線 一條紅色的線 我們這個叫做多空線 站在多空線之上 就是偏多 那如果是紅色就偏多 藍色呢 好 我們再往左邊帶一下 這一段 這一段就偏空嘛 對 這樣也跌了五六百點 所以你判斷多空簡不簡單 很簡單嘛 你不用用猜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 現階段的 K棒在哪裡 多空線之上 來 我把圖放大給你看 我們再畫到全畫面 你看喔 這個是我把圖放大 從低檔瓜尼訊號出現 漲了五百八十幾點 到現階段 十二月八號 好 我們這邊請攝影師把它拉近一下 K棒在哪裡 多空線之上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紅色的 沒有錯吧 所以現在的航行 沒有反空 因為很多的投票朋友看到 今天 開高走低 很害怕 對不對 是不是航行要轉空了 還沒有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講 你有工具的畫面 您就會非常清楚 所以其實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你不用想太多 來 我們回到這個手板部分 消極的人失敗後 會選擇從此放棄 成功的人失敗後 會選擇重新來過 我相信您都是積極的 想要成功的 不然你會睡著了嘛 下午四點剛好 很好休息 天氣外面又涼涼的 有微風 你如果真的很 就是我沒玩啦 真的你可能就 就去休息了 睡覺了 可是如果你現在在看節目 吳威老師真的 你挺我 我也挺大家 真的我希望能夠 幫助大家 透過工具畫面 來做一個 操作動作 這個非常的一個重要 所以 我相信大家都是積極的 對不對 你看喔 從 今天的航行 上個禮拜五 禮拜四 甚至禮拜三 我等一下會一天一天 讓大家來看 透過工具畫面 您要怎麼來做操作 這個就非常的一個重要 好 所以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航行 原則上面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來 好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今天航行是一個開高壓回 的一個航行 我是分 我要拆幾個部分跟大家講 看喔 工具的壓力 跟支撐這邊就 非常的一個清楚 壓力跟支撐就非常的一個清楚 那這邊 當然你可以說 航行在那邊做一個虛線整檔 好 我們再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個東西 高檔過來的訊號 剛剛有教大家 這邊有出現 那你說一個航行的順勢轉折點 怎麼掌握 來 我們再看 這邊一樣 壓回 反彈 壓回 有沒有 這樣是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你就發現說 一個航行的 順勢 轉折 壓回 我們再看一次喔 順勢 轉折 壓回 都非常的一個清楚 所以 透過工具畫面 您就不用 想太多 所以我們跟大家來聊一下 我們回到這個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今天的一個航行的部分 原則上你看到 壓力 9237 支撐 9188 那既然如此這個是 給我們客戶的一個重要的訊息 當然是先偏空 偏空做個思考 這個是第二筆 23點 第一筆 是20點 所以你看喔 早上的航行 你不用太害怕 方向的轉折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就是來動作 這樣子就可以 所以您真的 不用想太多 因為最近其實 尤其很多投資朋友 在這個 三季進行 我這樣子講 選舉之前說 我等一下 等到選後 好選後囉 隔了一個禮拜了 大家說 我在等等 等什麼 等明年 我等元旦 等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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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等農曆年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 每一個 每一天 期貨 其實他 都有 中間有價差 可以 讓大家來做操作 所以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行情絕對 都還來得及 不用想太多 所以我們給大家 大家一個觀念 好我們回到手版的部分 這個市場 唯一 一不變的就是他會 瞬息萬變 他會瞬息萬變 什麼叫做 他會瞬息萬變 你看上個禮拜四的行情 那麼樣的一個大 來我們回到手版的部分 謝謝 你看上個禮拜四行情 偏空操作這樣有 83點的一個價差 中間你看到說 這樣多少 萬人 也不錯 16000 一天的一個當衝 就是要說原來工具畫面 可以帶給大家這樣的綁足 那我們再看 這禮拜四 我們再回頭看 禮拜三 來我們回頭看一下電視的畫面 謝謝你看 這個是上週三的 12月13號 這一天是不是大漲 投票你回想一下 你來想一下 為什麼那一天 會大漲 有一個 蠻重要的利多的訊息 那一天 有 市場上面 有釋放出來什麼 大戶條款 一華還有印象嗎 對不對 大戶條款可能 要鬆綁 可能喔 還沒有還沒有拍板 拍板定案 只是跟你講可能 那你看那一天 市場上面怎麼反應 來我們回到電視的一個畫面 你看喔 從這個買進訊號出現了 9055大戶做多一路往上漲 這邊漲138點 加碼訊號出現36點 21點 那這個訊號代表什麼 來我們回到這個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紅色向上線頭 是請你做什麼 做多的訊號 做多的一個訊號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訊號 當然原則上 我們就是照訊號來操作 有變換 我們就趕快變換 就可以了 來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 就像這個樣子 買進的訊號出現了 9055一路漲 同學朋友 這一段 真的供您操作了 對你要等的 不就是這種行情嗎 可是有時候 同學朋友常常都會 行情真的出現 然後就 跳過了 沒有錯到 很可惜 所以我們才跟大家講 不要講太多 絕對都還來得及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的部分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成功的人在逆境當中 看到的是希望 真的喔 成功的人逆境當中看到的是希望 如何看到這個 美麗的太陽跟曙光 這個非常的一個重要 你看喔 禮拜一 我們跟大家聊一下 上個禮拜一 大家還記得嗎 選後的第一天 大跌 對跌了180天 那個時候市場上面 非常非常的恐慌 大家真的 我講一句話 就是傻眼嘛 真的 真的嚇傻 沒有人 覺得說會跌這麼多啊 可是開盤為什麼會拉高 這個就是關鍵喔 那能不能透過 工具來掌握 就是值得你來看一下 來我們回到電視的畫面 謝謝你看喔 這禮拜一的行情 你看 非常的一個清楚 好我們先拉到全畫面 謝謝 你看這個是12月1號 上售1的行情 對 事隔一個禮拜的投票 您還有印象嗎 這一天你掌握下來 非常的一個漂亮 對 所以 第一檔關鍵出現 大戶作多 反彈多少點 150 反彈了150 所以我們會跟大家聊一下 既然工序的畫面 有出現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會來跟大家來講 來 這個行情非常的重要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天的一個狀況 12月1號的行情 好來 我們資料很多 來 找到了 來我們跟大家來看一下 好我們回到手板的部分 謝謝 12月1號的行情 你看喔 這一天我們稍微往上帶一下 這個部分 這邊有個字 好謝謝 你看喔 12月1號 禮拜一 這邊應該要 偏多做一個思考 那投資朋友你可能會問說 阿問老師為什麼 這邊要偏多 對不對 9030這邊要做多 來我教大家 你再看一次喔 以後再出現這種行情 你不會再錯過 來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謝謝 你看喔 出現什麼 低檔關鍵的訊號 然後呢 大戶 是在做多的 好你想一下 那一天的航行 下跌這麼多 為什麼有人要買 為什麼大戶要買 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後面 還有更大的利多 等著他在走 所以他敢在 低檔的部分買 所以既然如此 來我們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謝謝 所以這邊 當然是要偏多思考 往上拉高之後 這邊再放空 那一天 也是掌握 70點的一個價差 可是呢 如果您做錯了 就會賠了200點 真的喔 你如果這邊放空 這邊才做多的話 真的 200點一點都不誇張 所以我們會跟大家聊 透過工序的一個行情 這邊 偏多思考 903點 先40點 然後呢 漲上去 再放空 30點 所以我們會跟大家聊個什麼 非常重要的重點 選後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那天 繳出漂亮的成績單 多空雙轉 70點 不追高沙地 才會是贏家 真的才會是贏家 所以投票 真的不用想太多 你看每一天的 當充航行 你就覺得說 每天你就想說 是不是很難做 可是我跟大家講 有工序的畫面 真的 沒有您想像中的 那麼複雜 來 我們再回到手辦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時間 不會重來 行情 您真的 要做一個把握動作 時間 不會重來 行情 請你要把握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 我剛才日線的部分 給大家看喔 來我們再看一次 為什麼日線這麼重要 好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謝謝你看喔 這個是今天日線的畫面 你看 目前的K棒 還是站在 多空線的上面 請大家注意喔 還是站在多空線的上面 你看之前 低檔掛位反彈 多少點 500多點 為什麼 這麼清楚 對不對 高檔掛位壓回 低檔掛位出現一個 反彈的一個動作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 其實你透過工具的畫面 相信大家 都可以操作很順利 所以跟大家分享 好 您可以期待 時光倒流 可是呢 它真的 不會再倒流 可是呢 您也可以不用再 苦苦的等待 好真的喔 只要您運用工具 跟我們一起操作 就可以喔 歡迎大家 來做一個下旬喔 好我們知道還有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行情要把握 4G絕配雙屏 全球第一個 700加1800雙屏網路 室內戶外 不只快 還更穩 搭配遠傳4G 多款旗艦機 零元 獨家送米奇 雙頭隨身蝶 時代考驗青年 還有創造時代 我不考驗 我不喝酒 我們無論無口香糖 我們選擇環保的 還有 用蘿蝴薄荷椒糖 我愛那清涼的薄荷糖 我喜歡嘴巴不停的動 還有 怎麼這麼好吃 還有 怎麼這麼涼 用椒呢 還有 蘿蝴薄荷椒糖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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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搞得你快抓狂 尤其在冷水中洗不乾淨 您的煩惱就交給洗衣服 洗衣專家 Persale 全新冷水酵素配方 含獨家五種酵素 就算是冷水 再頑固的髒污 都能徹底清除 洗衣就是這麼輕鬆涼快 I'm convinced 德國百年洗衣技術 Persale 全效能洗衣名落 好是多熱賣中 啊 雪 我回來了 我的感覺 很美 美 日本專利設計 三一六不鏽鋼精緻 台和工房 三一六不鏽鋼精緻 台和工房 三一六不鏽鋼精緻 堅持做最好的壺 我這樣試三花族已經45年了 經過我這一關專業的保證 我感受三花最好 三花棉葉Sunflower 時間不重來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歡迎歡迎來到谷海大英家 接下來的行情怎麼期待 明天啊 明天到底會出現什麼樣的轉折 大家好像知道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來先從籌碼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先給大家看籌碼 大家會發現到 剛剛易淮開始有講嘛 外資就翻空了 對那你會發覺到一件事 你最近跟著外資做 每天都不對 對不對從上個禮拜到今天 你跟著外資做 每一天都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回到這個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今天的外資怎麼做 偏空做 5540口變成淨空單喔 淨空單2517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自營商還蠻給力的 還做多對 留下淨多單7224口 也就是說它呈現了一個 土洋對坐的一個態勢 好那我們再回到現貨的部分 你看喔 現貨的部分今天的一個外資 三大法人 總共是賣超了 45.7好投票 那一樣的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說 每天都在重複對不對 你每天看完之後 啊也是不知道要怎麼走啊 對不對 難道明天就一定要放空嗎 難道明天就一定會跌嗎 不一定嘛 會不會看力度高 欸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呢 你要透過工具畫面 才會非常清楚 所以像今天的行情也是類似的啊 來我們再請攝影師 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喔今天的一個行情 12月8號的部分 工具會告訴你壓力 9237支撐在9188 這邊附近做一個震盪整理的動作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看到還是會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好我們請攝影師回到手板 你看喔 今天行情 12月8號禮拜一 這兩條線我畫給大家看了嘛 我們剛工具已經顯示出來 所以短線還是可以做一些架差的偏空操作 對這邊喔 20點 然後23點 短線的一個架差來做個操作 而且你看喔 這個是上個禮拜五 12月5號 對行情非常震盪 可是我們中間 一樣可以掌握架差 這個才是大家想要的 我希望這個 才是大家想要嘛 那如何運用工具 來做個分享 非常的重要 對 12月5號 的一個禮拜五 上禮拜五 今天為盤整格局 我們短線來回操作 還是可以 17點先獲利入袋嘛 對不對 這麼狹窄的行情 我們還是可以幫大家創造架差 這個就是工具的價值所在 12月4號一樣對不對 兩筆的一個什麼 偏空的思考 往下跌 中間也是有83點的架差 所以你看喔 非常的清楚 跟大家說什麼 請你偏空 12月4號 早上的 9點01分 請你偏空思考 下跌50點 這邊喔 既然方向看對 當然是什麼 兩筆83點的部分 那你再看 對不對 這個是禮拜一的 上個禮拜一 一樣嘛 這邊要 偏多思考 這邊呢 偏空思考 中間的轉折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這個是大家非常想要知道的部分 可是呢 如果你有工具畫面 我相信大家都會非常的清楚 來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回到手版的部分 謝謝 所以我們跟大家說 請大家用正確的工具 調整好你的心態 您要的就是 帶回去可以立刻上手工具 不用再花 太多時間來學習 我們就是盡量給大家 最簡單的方式 來做操作 您會知道說一個行情 其實期貨操作 就不用想太多 因為很多人會看什麼 基本面 還有人會翻報紙 還會看外資 可以投票 所以我老師教你 什麼都不用看 看我們工具的訊號 我相信對您才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 一個期貨行情 重要就是趨勢跟轉折 那你透過工具畫面 就可以協助大家來做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 我們回到電視畫面 謝謝你看喔 12月4號的行情 對 兩次高檔跨離 就告訴你 要小心 12月3號 偏多思考 買進的訊號 也會告訴你 工具畫面非常的清楚 12月2號也是啊 為什麼會壓回 因為出現了一個 加碼空 綠色星星的訊號 往下做一個什麼 修正的一個動作 所以同學朋友 您真的不用想太多 我們回到手板 所以我跟大家講 當你覺得 為時已晚的時候 恰恰是最早的時候 同學朋友 絕對都還來急 歡迎大家 來做個洽選 好今天過來大人家 感謝你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了 拜拜